在我參加衛生遊師Kindy Kids這三四年來 我自己本身也是收穫很多 因為我的背景是家庭醫學科的醫師 到國外去學公共衛生 包括流行病學 包括社區醫學的健康照護等等 我2001年回國以後 覺得說配合我的學習的經驗跟背景 選擇加入國務院的行列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慢性病是在預防的階段 其實比治療的階段更重要 我們說流行病學有三段五級 那如果你前面的健康促進 這個危險因素的防治等等 如果沒有做好 那碰到後面去 你只能防止失能 那就太慢了 所以最重要當然就是要往前端走 從疾病的預防 著手 這樣對整個台灣的國人的健康才是最有幫助 台灣慢性腎臟病其實從發生率來看 我們現在每100萬個人口 慢性透析的發生率已經超過將近350人 那已經是全世界都是數一數二 不到0.5%的透析人口耗用了超過10%的健保資源 那當然會引起國人包括政府單位包括社會包括整個財物 非常沉重的負擔 那用故事性的說法讓小朋友有一個互動的學習 那他們學到知識以後其實回家可以告訴爸爸媽媽 可以告訴阿公阿嬤 對腎臟健康有進一步的認識 所以我覺得這一本童書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創舉 回想過去25年來 除了在腎臟領域 透析領域 衛生油絲做得非常非常好以外 甚至他把社會責任推廣到 從小朋友的教育做起 這個成就是有目共睹 很期待衛生油絲做得更好 從前端的防治做到後面的腎臟透析的照護品質 通通一併提升 那我想衛生油絲未來25年 一定是一個全國的榜樣